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今天我们今集继续跟大家更新这个 《胡音语》的案件 大陆开了新闻发布会 去讲详细案情 根据新闻发布会所提及 首先讲一个绿音笔 这个绿音笔是胡音语的哥哥 在2022年10月3日 在网上为他买的 而根据物流显示 胡音语在10月6日下 就已经收到个绿音笔 而这个绿音笔 在家属和所请的律师见证之下 就提取封存和家属见证之下 就送到公安部鑑定中心 开展数据提取 而录制的音笔文件有21个 根据分析 在2022年10月15日 录音的内容有5条 其中有2条 就说胡音语 是讲了自己有这个自杀的意愿 去到10月14日的17点40分 胡音语就站在宿舍的5楼天台 打算跳的 但犹疑不决 而录音就显示胡音语说 站到这里反而自己觉得有点紧张 心在狂跳 如果真的跳下去会怎样呢 不确定了 跳下去应该都没人发现 至少现在不会被人发现 之后过了几日应该都还会被人知道 刚刚又跳 不行 他说觉得自己不想跳 至于讲一个原始的音笔 就已经征求了家属意见了 家属就表示可以实事公开的 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看回 整单案情是怎样有少少长的 有几件事呢 他们就有重点画过出来的 就是现场了 尸体发现地中心 现场是位于梁仓苑内 北部蛙地竹树杂林里面的 尸体是吊在树里面凸起处的 而且身上边的运动服是前后反穿 没有一个拖着它走或打斗的迹象的 而尸体的情况呢 各个器官都在的 未有检验出 农药、老鼠药、安眠剂的成分 而且尸体是高度腐败 是呼吸长期暴露在室外空间的各种特征 而绿音笔方面是胡音于自己的 就无一个人为存在合成和散改的情况了 而且两段的声音是明确表达了 他自己生前是有一个看不开的意愿 第四 生前是有问题的 是一个睡眠问题 注意力很难集中 还有记忆困难等等的这些认知障碍 而他的进食亦都出现了異常 饭量减少 和觉得做人无意义等等的情感问题 而事发的地点 梁昌和致远中学胡某宿舍 直线距离226米 步行400米 内部主要区别是装有监控的 门位有24小时看守 而且有护院的狗 未经许可禁止进入 而搜寻工作 中学又做了4次搜寻 对梁昌进行了一个走坊 他说那个地方有很多植物遮住 就未有发现异常情况 就无继续深入调查 而是要求他们单位继续开展自查工作 和原来他是用鞋带去自杀的 吊颈的鞋带是属于一个 叫做可以乘重85公斤的鞋带来的 而大陆方面也是做了辟谣 说胡银宇是O型血 就不是网传的熊猫血 而他是双脚自然下垂 不是双脚并行地面 我们再看回些详细资料 就是说的 为何胡银宇失踪了之后 要一百日才可以发现得到 首先他说到 失踪了之后 他家人报警求助 警方全力搜寻 然后通过人像对比 做了好多搜寻找了好多地方 然后他们组织了力量 在围绕学校周边的 589畝野外公共山林区域 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搜查 甚至乎在居民区 都用来走坊、排查、 雙结合的方式进行搜寻 但都没什么发现 而最主要他说 梁仓那里是有查过 但胡银宇的尸体 是钓了在院内 大约9300平方米树林的区域 所以就说未搜寻到位 但其实这个好奇怪 你学校直线过去都是几百米的事 来这里完全是有人疏忽 就算他去自杀也好 你拖我这么久才找得到他 是奇怪的事来的 其实这一宗这样胡银宇的案件 来到这里 基本上按照他们公安方面的说法 就定性了是自杀 再加上他说有这个录音 如果有录音又没删改过的话 基本上这件事就叫做已经结案了 大家又怎样看今集的内容 下面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